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那个姓顾的还有什么疑点啊 我从德昌茶行出来以后 就到远东饭店的大堂等他 大概在半个小时前吧 他跟一个女的一起回来 女的 对 是谁 是雷小姐 从他们的谈话内容来看的话 这个姓顾的好像跟雷小姐的 什么同事吗 还是什么人认识 因为离得太远了 我也没听清楚 你还听到些什么呀 之后他们就上楼了 我担心被他们发现 所以就没跟上去 站长 我怀疑那个姓顾的是共产党 所以我就派人盯着他 而且在他房间里 也装了切听器 来 电话也要监听 适当的时候可以果断抓捕 站长 属下认为 暂时先不要抓他的好 这个人的出现 很可能对黎猫计划有帮助 说一下你的理由 是 我想把黎猫放到这个姓顾的身边去 如果这个姓顾的是共产党的话 那么他一定会有所动作 一箭双雕 一箭双雕 既可以试探性故的是不是共产党 如果是的话 就可以利用它 打入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站长 黎猫找到了吗 找到了 现在就可以到边局长那儿接人 边局长那儿有一个警察 非常符合条件冒冲恐着急 是 对了 站长 燕文川那边怎么办 他现在好像已经有所察觉 再瞒一段时间吧 等破了这个案子 我会想到结识的 是 老谭 把这车降满油啊 明天行动队要用 好嘞 回来了 事情怎么样 孔少奇有下落了吗 你能不让我歇一歇再问我呀 我都快累死了 一见门就暗子暗子的 我这跟没下班有什么区别呀 行行行 歇会儿歇会儿 你坐会儿 我给你倒杯水 既然孔少奇没死 那他跑哪儿去了呢 有一种可能啊 孔少奇的父亲孔生泉 在江城警戒有熟人 他们秘密把他带走了 但愿如此吧 哦 他的照片我已经拿到了 你们拿去翻拍吧 雁文川与窦宛如都没有想到 他们看到的照片 就是陈公如安排的礼貌 还有件事情 不知道你们感不感兴趣 什么事啊 我发现姚鼎秋和廖忠虎 最近在神秘地执行一项任务 这个任务的名字叫断剑计划 只可惜啊 我不知道这个计划的具体内容 那你不是跟没说一样吗 我不还没把话刷完呢吗 你们可以派人去调查吗 这是我今天在他们车上找到的 嗯 树叶 嗯 怎么样 这有什么呀 不就树叶吗 对面有什么动静 二十分钟前 那个安德烈进去了 说什么了 他们用的是俄语 咱们的人听不懂 有电话进去吗 有电话进去吗 之前有谁进去过 除了雷小姐 就没有其他人 咱们处里面 有没有人懂俄语的 李志斌和肖玉龙 这两个人 我曾经在军统训练班 学过俄语 嗯 这样 明天我调一个人过来 记住了 千万不能让那个醒过的发现 明白 你没发现这树叶的形状很奇怪吗 这很可能是一种稀有的树种 只要我们查到这个树种的分布情况 不就知道他们活动的地点了吗 喂 真有你的啊 一个树叶 你都能搞出这么多名堂来 哎 你不是对江大手吗 找一个生物教授 让他鉴定一下不就行了 是啊 我准备明天就去 好 当心点别弄坏 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啊 没有 可能有点感冒 没事 那你吃药了吗 不用吃药 我以后耳朵姜汤 喝一点 发发汗就好了 那不行不行 土方法不管用的 必须得吃药 吃药 哦 对了 感冒可千万不能沾冷水啊 这两天家里洗洗涮涮的事 你就不要再做了 千万要注意 要不然小病就成大病了 我是担心你要真病倒了 谁给我做饭呢 没想到 你还挺会关心人的嘛 原来你也会表扬人哪 在你眼里不是一直说 我是什么 小资产阶级的臭知识分子吗 说我反动 还说我不积极 还说软骨头 说我心耳朵 怎么生活作风还不 不好啊 我让你说的 我都不敢抬头见人了 你知道吗 我那是时时刻刻敲打敲打你 激励你的成长 那我还得感谢你了 不客气 不客气 记着啊 这要很好 一天吃三次 每次吃一瓶 千万不能用茶水喝了 来 去去去吃吧 谢谢你啊 哎 你吃好了就可以休息了啊 好 雷小姐 可否帮我引荐一下灵性啊 什么啊 你想跟我爸推翻你的茶味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这些做生意的人呢 从来就不喝亲朋好友台的事 我只是想送几盒上好的茶也给你点 可是 我爸从来不收莫生的那个东西啊 你看 你跟我妹妹 是特别好的朋友 而且我们俩也是相谈甚观 现在还算什么莫生的 好 好 我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想结交一下令尊 因为 我在北平的时候 就听说过 令尊抗日的事迹 我非常得要 那行吧 我就 帮你安排一下 这叫河掌丘 又叫马桶木 从外形上看 就像一件马罐 这种树呢 你真心 树种也不多 它是第四季公传的 结衣之物 哦 这么名贵的树种啊 那在我们江城有栽种吗 有啊 我实际考察过 就在咱们江城凤凰山一带 有个这种树 但是树人不多 凤凰山 谢谢你啊江教授 不过此事关系到军事机密 还望您 不要外传 好 你放心 我们做许恩的 不会剁嘴 好 谢谢 只是提到茶道 我个人认为 它就是一种心 小冉 好 文川哥 好 你今天是来看我的呢 还是来办事的 我正好来借本书 也想去看看你啊 这位先生 哦 他叫顾飞 是朱元的表哥 哦 从北平来的 这位是彦副官 保密局的 啊 彦副官 幸福 幸福 一行年快会见 顾先生在哪儿高修啊 我做茶叶生意 四海对家 顾先生虽然是做茶叶生意的 但是对音乐人 特别有鉴赏力 是吗 他以前在苏联的时候 雷小姐 在苏联那点事 有点 当时我在苏联做生意的时候 老毛子的警察 专门欺负咱们中国人 害得我是血本无归 往事不堪回首 是 出门在外都不容易 想必顾先生 是跟小冉在探讨音乐呢 可以的 这么雅致的环境 难道顾先生 会跟小冉探讨茶叶的行情 艳副官不愧是保密局的人 对人家谈话的内容都很感兴趣 这笑这笑 可是你太错了 我们俩没有谈茶叶的行情 我们俩在谈茶叶 原来顾先生 是商界的风雅之士啊 真是令人景仰 那你们聊吧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好 好 好 孟三哥 这就走了 顾先生远道而来 你好好陪菜叶 好 走 好 什么 艳副官跟姓顾在一起 艳副官是去找那个雷小姐的 看样子她跟姓顾的并不认识 你能不能一次性地把话说完 是 后来呢 后来啊 艳副官就走了 走的时候好像有点不高兴 看来是吃着姓顾的醋了啊 好 回来了 不是让你别沾水的吗 我没事 好多了没那么娇气 你今天下班早啊 我想问你个事 你那个香好的 那我还没有来过来 你那个香蕾 是一个东西 你给你帮我 你帮你把你帮她的东西 是这样的 我帮你帮我 快来 我跟他一家 你帮你帮我 你帮我 都不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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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情啊 那个 那个顾飞啊 他提出要见我爸 你说怎么办呢 没事 小冉 你找舅舅说的去做 他要见你爸 你就给他引荐 你在旁边听见他们说了些什么 然后告诉舅舅 由舅舅来处理这件事情 那要是我爸不愿意见他怎么办呢 你就努力说服你爸爸和他见上一面 为什么呀 舅舅 我爸要不愿意见他不是更好吗 小冉 你听舅舅说 舅舅是想通过他见你爸爸这件事情 看看这个顾飞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如果他是共产党的话 他可能危害到你爸爸和朱元 到时候舅舅会探取所事制止他的 好 舅舅 我听你的 假如顾飞真的是共产党 那么他接近雷震山 吴飞就是想策反的 那他会不会是火山安排的 假如能顺利抓住顾飞 再利用顾飞引出火山 那这个火山到底和燕文川有没有关系 看起来好戏才刚刚开始 我知道了 我会提醒他 你有没有跟他提起过我 没有 他不知道我在你这儿 你们不能再联络了 为什么 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 他有可能已经受到了监控 如果你去见他 保姆基德特务都认识你 那你们两个都彻底回报 我得告诉他 我不去见他一面 如果你去见这一面 那你们今后永远不会再见的 这植物叫额掌区 在我们北郊的凤凰山上有栽种 你让老马派人去勘察一下 谢谢你啊 我觉得燕文川提醒的很有必要 雷震山虽然在抗战时期跟我们新四军有过合作 但毕竟是两党合作时期 也是抗战时期 大环境所趋 现在雷震山对共产党的态度还不够清楚 所以 冒冒冒失失地去测凡他 现在很危险 那我应该立刻地去告诉他 让他停止跟雷小冉的接触 向日葵董事宁以后不要去接触了 接触他主要让老于董事去 你这样冒冒失事地去找他 会暴露他的身份 我明白了 老马 这张照片是燕文川弄到的 照片上的人就是孔照旗 燕文川这样积极地为我们工作 说明他思想正在进步 要想让他成为我们自己的同志 很有可能的 这个您就放心吧 我一定好好改造他 对了 对了 他跟我说 陈公如派姚鼎秋和廖忠谱 他们两个人去执行一个秘密人物 具体什么内容他还不清楚 只是说特务的活动秘密地点 可能是在凤凰山 他希望你派人过去调查一下 爸 雷大司令啊 我都跟您说了半天了 您怎么还无动于衷的呢 人家是慕名而来 又不是找您办事 瞧您那司令架子拿的 我和一个做茶叶生意的人 有什么好谈的 我跟朱元是好朋友您知道吧 他还经常帮我代课呢 您连他的表哥都不愿意见 我以后怎么跟朱元打交道啊 小冉 你跟他是不是那种关系啊 没有 你想什么呢 那就带回家来看看呗 我自带同科有个会啊 老婆 要来早一点 得令 我上楼都不愿意了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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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浪费我 是我 雷小姐 令尊已经答应和我见面了 太好了 我爸四点钟要去开会 不能跟你聊太久 吴先生 你不会介意吧 雷小姐 我方便什么时间去府上拜王 两点半吧 我爸中午要睡一会儿 好好好 有个人来找姓顾的 有个人来找姓顾的 你找谁啊 零九号的姓 海燕为什么没来 她以后不能来了 我跟你担心联系 就叫我小鱼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策反雷阵扇极其危险 地计停止跟雷小冉的一切接触 雷九号 太太 殿器在哪儿 快请进来 伯伯 您说我来看您了 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我听说伯母最近失眠 我就找了个名医开了个方子 伯母 您先试试 如果效果好的话 方子我已经开好了 您随时可以去抓 谢谢你啊 已经看到了 文川真是有心人 是啊是啊是啊 文川 坐坐坐坐 那个我去给你做一道点心 一会儿让你尝尝 伯母您费心了 最近忙什么呢 站里在忙一个 失踪飞行员叫孔肇齐的案子 有消息了吗 暂时还没有头绪 站里的上下都在忙这事呢 师傅 您正下棋呢 妈 要不我陪您杀一盘 好啊 小燃你看看我们怎么下棋啊 爸我可没时间看了啊 呃那个文川哥 我们可要接一下顾先生 这苹果你自己削吧 我等会儿就回来 怎么顾先生要来家里 对呃他要拜访我爸 小燃好像跟顾先生很谈得来吗 这孩子啊一点事不懂啊 什么人都往家里领 也不看看现在什么时候 怎么 这个顾先生只是个茶叶商人哪 应该没问题吧 这个时候啊 不知根知的人哪 少接触为妙 来吧 先走吧 啊您先您先 红鲜黑厚啊 哈哈 那承上了 部长 新姑子出门了 出门了 去哪儿了 雷斯林家 雷斯林家 他把雷斯林家给出门了 我不知道 好像是雷小姐邀请她去的 对了 她出门之前 有个邮差来找过她 邮差 找她干什么 给了她一封信 然后就走了 他们说了什么 那个邮差没有进入房间 我没有听清他们说些什么 还有什么情况 昨晚 姓顾德和顾德烈的俄语谈话 已经翻译过来了 什么内容 他们谈一些 都是关于医院和茶道 以及 关于时局的看法 行了 继续坚持 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我给你们站立 是 room 这是不是您步步杀鸡知道黄龙 看来是下定决心要赢这弹棋了 那当然啊 谁都想当胜利者啊 伯父 在我看来啊 这下棋的最高境界 不只是赢 和才是最高境界呢 你看这棋盘的博弈啊 就如同国与国之间 党派与党派之间 如果不以和为贵 残酷的博弈 那最终 会有什么结果呀 就像二次大战 就是大家没有本着 以和为贵的思想 眼下国共两党 要是以和为贵的思想为终止 也不会有这么多 血淋淋的人间悲剧呀 伯川啊 看来你对时局 是动了一番心思的 师伯啊 你是最了解我的 我从来都是不关心政治的 可眼下这证据 谁又能躲得过呢 实不相瞒 我是真心希望 国共两党 能够化干戈为余波 你说这样的 一个国家两个政党 打来打去的 最终倒霉的 不是老百姓吗 爸 爸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顾先生 好 雷司令 幸福幸福 客气客气客气 顾先生 真是太巧了 我们又见面了 艳副官 有缘 就是啊 有缘 有 你看这么大事情 我给耽搁了 怎么你要走啊 时间来不及了 你师母给你做点心哪 只好下次了 既然有事你就忙吧 快坐 顾先生 实在不好意思 您看您刚来我就要走 但是我相信咱们是有缘人 一定还会再见的 一定 一定 那文成哥 我改天再去看你了 好啊 师父 我先走了 既然有事就忙吧 快坐 顾先生 走吧 那爸 我就上楼了 你们慢慢聊 好 雷小冉这段时间和陈公如暗中走动 又把一个刚认识的男子 安排到家里和雷震山见面 是不是顾飞已经引起了陈公如的注意 而陈公如在利用雷小冉引射出动 燕文川越想越觉得可怕 从这几次和雷震山的谈话中 可以听出雷震山仍决心要效忠蒋介石 燕文川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 在这个时候绝不能有任何查错和闪失 要完成密室行动 还要极其小心谨慎 雷司令 雷司令 您对当下时局怎么看 哈哈 顾先生是生与人 也关心时局啊 哎呀雷司令有所不知啊 这个生意 和时局 关系很大呀 嗯 尤其是我们做茶叶的 喝茶讲究的 就是一个心情 这仗要是一直打下去 谁还有心情在这儿品茶论道 嗯 是啊 四令啊 四令啊 我不知道有句话当讲不当讲 你说说说 我怎么觉着啊 目前的形势 最后的结局可能不容乐观 何意见得 你看啊 在国共两边我都有生意来 耳闻目睹之后 我发现还是有些差别 而这种差别 在群众中反响明显 区别很大 看来顾先生 是偏向故隆啊 不不不 四令啊 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这就好比是 一头得了重病的狮子 在跟一头精力旺盛的老虎打架是吗 这狮子虽然它体型硕大 但是很快它的体力就耗尽了 在我看来 现在老虎它就是占了上风 胜败那是早晚的事 顾先生的看法雷毛不敢苟同啊 你说的那只老虎 可能一时占了上风 可是狮子 尖牙利爪 体型庞大 不是那么容易倒下来 一旦恢复了体力 抖擞精神重振雄风 巩固霸主的地位 是没有问题 可是怕就怕 这狮子它得了绝症 顾先生 你在我面前 公然发表轻重言论 你不怕我抓你啊 雷司令 依照您的人品我相信 您绝对不会抓一个手无寸铁 发表自由言论的老百姓吧 但我也绝不会允许任何人在我面前 诋毁他 我请你自重 好 从远东饭店出来后 老虎按照老马的安排 到凤凤山保密局断箭行动基地真诚 别别人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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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跟顾先生聊得怎么样啊 怎么样 我警告你啊 以后少和这个幸福的来往 而且他赶快离开江城 别自找媒体了 小冉 你爸说得有道理 以后别跟这种不知底细的人交往 你爸说得有道理 免得萤火上身 本来他打算这一两天就去和向日葵接头 但现在他不能去了 向日葵策反雷震山 有可能已经被特务盯上 一旦他接近向日葵暴露了身份 密室行动将前功尽棋 现在他必须再次发出警报 制止向日葵的冒险行动 全部闪到 把外送放在南面 不 fear 我帮他 把外面赶紧 不怕 热目 白日葵 fro 在阳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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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兄 进来可好啊 燕兄 你怎么来了 怎么 不欢迎啊 怎么会的 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哪 我只是好奇 你怎么会找到这地方的 这还不简单啊 一查你的电话号码不就 这个我倒真没想到 对了 你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当然是无事不登三宝店嘛 堂兄 我这有封信 想烦恼你送到我家里 你看能不能辛苦一趟 没问题 那我这都去 堂兄 你就不问一下 我为什么要把这封信 送回自己家里吗 到时候有规矩 只负责办事 不问其言 我走了 你找谁呀 有人让我送通信给你 谁让你送的 这个我倒真不知道 我只负责通信 我来 海燕 速告09号 务必阻止向日葵同志 再次接近雷小冉 最好更换其住所 以防补测 火山 是 再次接近雷小冉 轮延 azi 逐温 里面 公司 故事 继续 你怎么又来啊 零九号的信 九号让你现在就办了一番店 住进七号联络站 现在就走 好了 再一次 维修 我是吧 也 легко 预认自己 公里 你们两awi 等我去 向上帝反映你们这里的工作作风 向日葵同志 火山让我们负责你的安全 我们怀疑已经有特务盯上你了 我们让你搬离饭店 也是为了你的安全 如果我被特务发现了 那我现在搬到联络站去 不同样也是引浪如释 向日葵同志 好了 好了 我已经做出决定了 谢谢你的好顾 已经回来了 那你自己多注意安全 那你自己多注意安全 喂 雷小姐 顾先生 我爸说 你是个危险分子 叫我不要跟你来往了 雷小姐 有些话在电话里一时间说不清楚 要不咱们约个时间见面 面谈怎么样 今晚行吗 明天晚上不行 明天吧 明天九点 我们在江大见 可以吗 那好吧 顾先生 咱们明天见 好 雷小姐再见 AH 男人 你 你好 眼睛 你 假 п desarroll的 咱们 他约我明天在江南门口见面 好 我知道了 舅舅再见 雷震山坚决反对雷小燃和顾飞接近 那就说明 雷震山现在还没有轻功的意识 那顾飞现在唯一的作用就是诱饵 看他是否能把那条叫火山的大鱼钓上钩了